安播澳門市民日報澳文 2023年3月16日 政府政策遵性別主流化概念 澳門電台時事節目澳門廣場 昨天邀請社工局副局長鄧玉華 婦女同兒童事務委員會委員礦育求探討本路婦女發展 鄧玉華指出 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婦女發展目標2019-2025 目前處於中 長期階段 當中致力向社會帶出性別主流化概念 即工作過程 公共部門制定法律和工作計劃時 要充分考慮不同性別的特質和需要 幫助公共部門發現問題 政策推行時能讓男性和女性獲得軍等的社會支援和機會 鄧玉華表示 婦女發展目標2019-2025 預計中期目標將在今年年中結束 當中帶出性別主流化概念 例如女性格數較男次多 使用下至飲水機等將持續在各社會部門 社服機構和大專院後進行推廣 近年社工局也著力推行家庭生活教育計劃 希望深化居民婚前婚後教育 加強居民對家庭生活教育 提高良好婚姻關係意識 預防家暴方面 當局持續強化與不同政府部門和社服機構合作 優化處理家暴的流程 持續加強宣傳、培訓工作 應加強對家暴受害者保護和支持 抗育球表示 本路有不少保障婦女權益的措施 經過社會合力 本路婦女地位有所提升 但仍存在問題和挑戰 包括應進一步加強對家暴受害者的保護和支持 加強對私暴者的制裁力度 在職女性的權益續得到更好的保障等 另外政府推出一系列鼓勵生育措施 但成效不明顯 目前存在較高生育成本 社會支持不多 認為應進一步加強政策和措施 有聽眾分享朋友案例 被家暴時報警求助 但只被告知再有類似情況再打電話 質疑警方不重視家暴舉報 沒有立即跟進 鄧玉華回應指 政府各個部門收到家暴訊息一定會處理 社工局任何時間都有專業團隊 全力以赴跟進家暴個案 當局和社團也提供心理輔導 經濟司法援助 免費醫療護理 暫住和照顧等全面服務 他又提到 疫情三年期間本路家暴數字有起有落 普遍較低 近期家暴個案曝光增加 反映社會有更多人不認同家暴 願意挺身而出舉報 呼籲市民遇到家暴就撥打舉辦電話28233030 有需要時當局會派員跟進 抗獄求補充指出 如果家暴受害人報警時說明 是暴力事件 警方一定會處理 不會等到第二次 你收聽的是安部澳門 這個短片是由市民日報連同安部傳媒聯合推出 記住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撥打者 生imon 小鳥 錯 bull 老 祝